小毛毛虫炒鸡蛋,相信很多老铁都没有吃过,但是家里有老爷们的,那么你一定要试一试。 这个我们家这边叫小毛虫,也不知道老铁们叫个啥。 把这个小毛虫一切四半,然后一盆给它点一点,再切成一些青辣椒和绿辣椒,给它搭配一下颜色。 空碗里打上四枚鸡蛋,然后朝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成。 锅里面油烧热了,然后把鸡蛋下锅,把这个鸡蛋炒熟了,然后停住备用。 家里面这道菜吧,这个鸡蛋一定要炒的块大一些,不能太碎了。 每天都用心的嚼着菜,有的话给潘点一个吧。 小潘感谢大家。 锅里重新炒油,下炉小毛虫,大伙不停地翻炒,把这个小毛虫炒个关键的。 加上少许的黄豆酱,半勺的生抽,老许的蚝油,再加老抽调味颜色。 最后加上少许的花椒面,给它们翻炒出香味了,然后把鸡蛋下锅。 调味呢,只需放点进去,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,给它们炒匀,炒至入味了,即可出锅。 就这餐,老爷们要是多吃点,那就以个阵,老好咖,喜欢的赶紧试试吧。